啊啊啊啊 你們等一下啦 這我今天覺得最忙的事情了 I MADA 大家好 我是關曉雯 我現在是早上的五點鐘 我已經被綁架到這個車上 我現在還不知道去哪裡 啊 終於到了 烤一麵包有什麼好看的啊 我會帶你進去參觀 好 跟著你走是不是 沒錯 所以我這邊就是帶大家了解一下 整個麵包的知識 好 接下來要進我們製品工廠之前呢 我們就會有一個鎖中的部分 那鞋子的部分它已經鎖中了 對 那鞋上我們就先提起一個 鎖中的動作 好 其實我剛剛看到其他人穿那個 完成之後 我有點想說爽 你們知道我們五點集合 我四點起來化妝跟抓頭髮 我抓個屁啊 照片說吧 然後完成成群之後 它就用開來把我的鞋子進去了 好 對 但是整個是我們入場的一個 我們已經進來工廠裡面了 首先是看他們的輸送袋嗎 還是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大 這個大能麵團塊 把它分成小的麵團 就是我們的分割器 那大能麵團塊呢 經過我們這個所謂的分割器之後 它的麵團就是依我們要的重量 分割 一塊一塊 在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滾圓機 讓整個突燒的那個表面變光滑 那後面它就會經過做摩天爐的動作 讓整個彈器讓整個組織鬆軟 你看這個摩天爐 不知道它有沒有巨高症 經過15分鐘的一個 就是修復之後呢 那麵團會怎麼飛下來 喔 這是什麼這個 那因為我們麵團裡面很多氣泡 為了讓它整個組織更吸密 對 我們要做一個壓的動作 所以這個還是靠機器 那機器把我們壓完之後 就變成這樣的點麵團了 那就到後面我們這個包餡的動作 這也是交給設備讓我們去分線 用完的線到我們每一顆麵包上面 因為我們後面吃不到麵包的一個作業呢 那我們這邊做一個成型的動作 哇 用完的成型就是這樣的一個成型 關曉文的手工麟格香麵包 全球唯一 好 那我們就是手取麵團之後呢 因為這個線很黏 所以我們繼續讓它蓋一下我們的麵粉 對 輕輕地蓋 它可以盡量地壓扁 喔 壓扁 對 壓扁 好 對 然後 然後去就我們用我們的左手 左手 對 讓整個右手裡面 喔 放進去是不是 這個是上面 對 上面 然後我們右手呢 讓麵團擠到我們的線裡面 喔 太熟 太熟 開玩笑 我幫它稍微跳 稍微跳一下 你可以壓一下 OK OK 手工的 我們是手工的麵包 很可愛 給您給我的紋路 就是用這個模式把它壓出來 好好玩喔 我人生第一次做麵包耶 全台灣就是會有一個人吃到我們做的這個麵包 可是因為這邊蠻謹慎的 所以我這個不能給你們吃到 你也知道 好 麵包 就是我們剛剛會被制服它包出來的麵包 它需要經過一段的一個長大的動作 所謂的最後發酵 那我們一個台車總共有360個麵包 只是發酵 60分鐘 對對對 我們都有所謂的溫度跟空時間 跟濕度的控制 這是我們對產品品質蠻重要的一環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來抹蛋液對不對 對 那林格香其實我們要給消費者 除了它本身的那個奶油香味之外呢 還有蛋的香味 難怪那麼香 早說嘛 所以我們這邊會給雙倍的蛋量 你們刷兩遍喔 你們刷兩遍 你們成本很高耶 因為我們一般的菠蘿麵包 它除了傳統的奶油香味之外 那我們這邊是讓它更強調的有蛋的香味 嗯 麵包出爐了 這邊可能要講話一點喔 因為我覺得蠻熱的 對 我們的 真的很熱 真的很熱 這就是林格香菠蘿麵包 對 它烤完的時候呢 對 我們會直接上我們的冷協出眾網 我們快點來看一下麵包賽真要去哪邊 我們來到這個地方是 蚵梅停車場 哈哈哈哈 你自己看有多像 那這是我們所謂的冷卻塔 那剛剛有想要停車場嘛 對 我們也是用這個概念 讓整個麵包 經過我們23層的一個停車 那整個時間拉到這邊都要冷卻時間 那不管是裡面或外面 我們都是有全程控制它的溫度跟濕度 那包括這邊也是 那麵包經過 為什麼會有這個彎彎的狀態呢 為什麼 其他產品它可能需要加工 我們必須要讓同業人員有一個空間 交換位置 對 那這個就是產品它不用 所以它就是白盲牆 對 白盲牆 所以它可以直接過來 你看那邊就是有肉鬆的 所以要繞一圈喔 你看 美白盲牆一場的肉鬆麵包 包起來了好快喔 這是我們的包裝機 你看它在經過這個紙捲的一個成型之後 我們就要變成一個反應過一個包裝 對 三面 可惡的三面包是 一 二 三 三個瘋 瘋合的地方 對 它就這麼一個完整的瘋瘋瘋面包 對 那我們這台設備呢 它結合了可惡的日期打印 因為要給消費者一個完整的商品 有效期限 對 有效期限 有效期限很重要 對 那我們這邊 那個紅色那個是要感應說 有沒有打到 有沒有打到 如果沒有打到的話 它會把它打開去 對 它每一顆是被包裝被照相 對… 對 這邊 這邊真的是停車場耶 出來還要感應 看一下你的車牌有沒有正確 對 然後如果它有NG或是清楚 它就被打進去 喔… OK 好清楚喔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給消費者 當然就是不能有 所謂的金屬的一個商品 那我們跳到這邊 也有經過一個 所謂的金屬檢出機 喔 這裡 它如果感應到 我先示範一下 我先示範一下 我們這邊是做平檢動作 對 如果我有金屬的話 這是我測試片 我們要測試它有沒有這個功能 所以我們會做這個動作 對 那有三種金屬材質 我們先 每個商品在做之前都會做一個測試的動作 對 了解 所以等於說它是真的經過層層把關耶 關關 每個環節都超重要 包含說 有打氣有效期限啊 然後檢測有沒有金屬啊什麼的 所以消費者才可以吃到真的很安心的麵包耶 對 大功告成了 這邊是收尾的對不對 對 然後最後這個平檢的把關了 那我們給消費者的麵包 每一顆都會經過我們所謂的重點期 要確定消費者買到的時候 是獲得價值的麵包 嗯 如果重量不夠我們就把它拆除 嗯 就是完成我們整個 整個資格的流程 嗯 其實蠻輕的啦 我很怕它倒掉耶 我可以吃了 廠場來了 這就是我們剛剛自己親手做的麵包 嗯 我是沒做啦 就是這樣的師傅還有生產生產完成的麵包 中間有非常多的時間的壓力對不對 對 比如說你們幾點要上班 幾點要做完幾顆 送到全台灣多少地方 對 透過我們每天大概 好多人喔 好多人喔 幾次外它也能夠有一些專業的一個能力 我們會鼓勵員工 然後去拿到烘焙的那個品級 以及的製造 那目前我們廠在烘焙製造的部分大概有211 一15位 包括我自己都有去烤 蛤你還要烤 對 那因為目的也是希望說 每一個 員工對製程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烘焙的一個製程 能夠有很很熟悉的一個了解 這裡面就剛剛有提到就是它的 那個條件 希望能夠每天做出一個很很 激進完美的一個麵包出來 嗯 那這樣一個品質也是希望 讓消費者在買到這個麵包吃的那種感覺 所以說來吃的同意的麵包是一個旱心 而且又美味 其實除了你們有熱心之外 還有非常多的小朋友 現在也對這堂非常有熱心 是 因為例如說可能像今年吃了這兩款麵包 是 都是學生的創意是不是 是 這是烘焙杯的比賽的得主喔 是 這個是什麼口味 紫薯QQ 對 紫薯QQ 然後這個是 喔 起司白醬油燒雞 因為現在其實有非常多的學生 他是有這個 他用烘焙的夢想 對 然後他們想要努力去完成這件事情 他有這個想法 他要怎麼完成 現在直接可以加入這個同意烘焙杯的活動 是 就是今年的活動還正開始而已 你們兩兩一組 不用老師 你只要寫報名表 然後你就可以加入這個活動了 是 如果說你們的條件是適合的 他們會把你選進來 嗯 未來就是明年 就有可能機會上市 這個就是真的是第一屆烘焙杯的人出來 上市的麵包耶 是啊 所以我們也是很努力很 全心全力把先生的那種 那種创意 當他的產品能夠在我們前程的那個超商能夠來銷售 我想對寫真來講 他也會是一種很大的滿足感 說他的麵包竟然可以在這麼大的一個平台能夠來銷售 而且上面是會有寫他們的故事的 就是說為什麼還會創造這種這款麵包 然後他們的過程是什麼 然後最後還有附上他們的簽名 是 聽說這些都賣得很好耶 對啊 然後他們就可以拿到一筆分認獎金 不得了 對 所以今年其實我們要邀請更多人一起加入這個活動 就是當然你們想像不要太複雜 不然他可能會很困擾 對 哈哈哈 很辛苦 好 最後請常常幫我們分享一下 就用你的角度來幫我們邀請大家加入這個活動 我想說因為公司在這個樣的一個創意 然後讓透過一個公司這麼一個好的一個平台 那當然我們麵包廠的責任就是把你的創意 然後透過這樣一個你的設計 然後我們會轉換成我們專業的技術 然後透過食材的一個實在的一個確保性影響 展現出原創者的一個好吃的口感跟外觀 我想這個我們也是要替你做很多的努力 那也邀請協生來參加這樣一個活動 我記得說如果我是協生我會想要來參加 當然會啊 還有分任耶 重點是他們可能沒有辦法有那個能力去完成 可是今天就是同意願望可以祝你一臂之父 是啊 去完成的夢想對不對 對 好的那如果說你現在有這個希望的話 現在可以加入這個同意會不會被一個活動 然後明天你就有機會見到常常本人 哈哈哈哈 好 謝謝常常 謝謝 謝謝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